明侦探学院 下学期即将开课了 侦探注意选拔 完转高能游戏 各路大神 各显神通 快点中截指 截马战 爱信不信 有点爱信不信吗 天黑请闭眼 杀人局狼人杀 正式开局 狼王J1 大神少帮助 清零学院 准时开课 8号刚才有一个表报点 警徽给我呀 他们一开始死就完了 打跳追到8号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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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侦探助理石井结结破二 究竟谁是隐藏其中的凶手 你有跟真发生这些痛苦吗 那你现在有什么众主吗 你本来是怎么办 你肯定是凶手了 明侦探学院 每周日中午12点 要做就做No.1 据说咱们这个学校的小树林是新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 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干正事 这人好像已经死了 等会儿等会儿 你谁呀 我叫周长迪 这一片 都是我的地方 我叫唐钢琴 我自卑我说不出话 在下名叫凯转销 这是我的转销 我是齐罗 你们好 现在是2020年2月9日晚上23点钟 而杀死他的鞋 就锁定在你们几个学生桌 请大家跟我去聊聊 今天案发前后 你们都在做会儿走 走着 本节目一共五位玩家 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 分别有侦探 嫌疑人 真凶三种身份 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 只有真凶可以说谎 只有找到真凶 玩家才获胜 游戏设置侦探酬金 每期抽取角色卡时 每位玩家将获得一根金条 如果真凶逃脱 则真凶获胜 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 如果抓住真凶 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 侦探若两次都投对 则可额外获得一根金条 其余玩家学归还金条 名侦探音乐学院小树林里发生了一起灵案 嫌疑人就是这四位 不妨你们现在具体介绍一下你们是谁 以及跟这名死者的关系吧 周长迪 周长迪 你来先介绍一下 我叫周长迪 是我们学校的No.1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一个天才 从我的言谈举止不难看出 我是一个受过非常严格的西方贵族教育的贵公子 看出来了吗 双爷 暂时还没有 我也没看出来继续 所以呢 我从小跟我父母那里接受最正统的最高级的音乐的教育 至于这个真solo嘛 他也是学长笛的 死者跟你都使用过同一根长笛 我们各有各的长 我们从来不互换 至于我跟我室友呢 我就不屑于跟他们交往 好 那就涛 涛 涛 涛短消 涛短消 来 我叫涛短消 是这个民侦探音乐学院 民乐系 短消专业的大三学生 涛吧 这个 我的招牌看家本领 叫做涛氏管月 我的涛短消 它有属于自己的演奏方法 就是它的灵活程度 会让你大吃一惊 妈呀 咱冲了VIP 就是看你们说这些吗 来 让我给你们吹奏一首 来 吹 搬动 来 来 我 想退学 我能退学吗 我的吹奏方法就是融合了打击乐与管弦乐与管弦乐与一体的人 就是这个最新式的研究方法 但是没有被得到认可 不是你们学校统一教师教授的 这是我自创的 对 你跟真solo是什么关系 他是那个小周的室友吗 我平时去小周宿舍的时候偶尔有见过他 但跟他不太熟 你是因为小周的关系认识了死者 对 小周是我在这个学院里面唯一的朋友 不要害羞 没有 好 下一位 让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学院里没有朋友的唐 谁说唐钢琴没有朋友 自卑小朋友也有朋友的 我叫唐钢琴 我是我们明侦探音乐学院西洋乐系钢琴专业大三的学生 然后我跟真solo我们两个是从小结伴成长的兄弟 也是室友 然后没想到今天 黑发人送黑发人 我的solo哥一个人去天堂solo了 所以我今天要用我的钢琴为他弹奏出 一首非常哀伤的音乐 不是这首 也不是这首 你是带了个MP3 随身听 你跳了 就是这首 你帮我一起弹 好就到这吧 我真我真太悲伤了 我现在真的就是又自卑又悲伤 今天他不只自卑还自闭 我自闭了 下一个齐齐罗 我的家世就非常的显赫 我祖上有三代人 分别是齐德龙齐东墙和齐德龙东墙 他们都是国内最棒的铜锣 甲 然后呢我呢是N代独苗 然后呢考到了我们学校的明月系的铜锣专业 我还是这个专业的独传弟子 说白了这个专业只有我一个人 这些年我也一直在solo 只不过以这样的方式 我跟真不熟只是见过 这样吧这样吧 既然你们都认识死者真solo 那么你们今天都做了些什么呢 还是从周长笛开始做吧 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努力的练习我的长笛 今天在差不多9点40的时候啊 我就出来了一下 因为我想呼吸一下空气看一下 我们的星空给我点灵感 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被人叫过来 9点40到现在11点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你一直在外面晃人 有见过死者吗 我算是小小的见过他一下吧 小小的见过他一下 你是怎么小小的见一 我就是小小的见他 下一个 我中午的时候去小周的宿舍 照例给他送午饭 送午饭 我跟你一个宿舍我都没有吃过 天呐 我自卑我们不吃饭 中午中午照例给他送午饭 但是小周那会儿不在宿舍 所以我送完午饭放在他桌上之后 我就回到自己宿舍了 大概晚上7点的时候出去办了点私事 然后就回到自己宿舍了 有见过死者吗 我今天也是小小的见了一下死者 小小的见了一下 为什么都是小小吗 唐钢琴 我今天没有见到他 连小小的见到他都没有 一小小小面都没见到他 我兄弟就 我今天十二点的时候 我心情不太好 你是因为什么心情不好呢 因为晚上要杀自己的好朋友 然后出去跑步 跑了一个半小时 你挺厉害呀 贼厉害 一个自卑的小孩子 怎么能坚持一个半小时 然后很累 然后我就回房间了 我就倒头大睡 一直睡到现在 你是不是身体不太好 我脑子不太好 怪不得了 睡那么久 需要休养 脑细胞需要休息一下 睡醒了之后 我就被大家找过来 然后在后院看到了这一幕 好 好 那下一个 好 我今天上午回来之后 先去踩了一个牌 因为就在明天是我们学校 一年一度的超大杯长笛比赛 而且真solo和这个人 都是我们比赛的热门选手 而我 因为我非常的响亮 所以我是主持人 真的 我真的 然后我彩排完了之后呢 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我就约了一些社会上的螺友们 因为在学校里面没有敲螺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吃了个螺丝粉 我们要把这门艺术贯彻到底 那一会去闻闻他嘴里有没有味道 就判定是没有说真话 有一点 今天下午的时候 就在宿舍里面休息 晚上出来活动了一下 然后继续回到宿舍里面 你晚上出去活动是几点钟 就是大概傍晚的时候 因为我每天要锻炼一下身体 齐罗你今天有见过四者吗 小小的见了一面 就是在人群中 也是小小的见过一面 你也小小见了他 好 每个人都 说了一天或者今天傍晚的行动 有几个疑点是 有三位嫌疑人都说自己小小的见过一面 但是肯定有人大大的见过一面 还有另外弹钢琴声称今天没有见过四者 这也非常奇怪 接下来就分组搜正吧 好 第一组有我 少爷 还有 抛短的萧一组 我必须得把你们一长一短两人分 另外一组就是剩下的周祈堂一组 这是周祈堂 搜正吧 你看我这小小字记的 记满了 很好 写的什么我看看 没听到 没听到 第一轮现场搜正 六名玩家分为两组 轮流取正 现时十分钟 来我的小少爷 嘿嘿嘿嘿嘿 你在叫我吗 耶耶耶耶耶 你是谁请的小少爷 你叫少爷吗 你叫少爷吗 我才是他请来的少爷 看一下尸体吧 看一下死因是什么 OK 头上有血迹 有什么异常吗 我只是在看他的死因 几个伤口 其实头部应该就只有一个 就这儿 一个外伤 然后手上有血迹 右手有血迹 但是没有伤口 哎 兜里有什么 这兜都打不开的吗 哎 这什么 照一下 看 我知道了你的秘密 不想被人知道的话 晚上十点 来小少爷找我 OK 晚上十点 身上好像 是瘀青吧 好像是瘀青 所以这个人是 在学校里被欺负吗 我觉得这个 你知道这种吗 有被打过什么的吗 尸体好像 没有其他东西了吧 现场呢 这种东西里面不会有东西吧 这个里面 我 我觉得可能 没有 垃圾桶有看过吗 那我去别的地方看看 我也去 跟着他 我怕他就会 那好吧我去了 时间还有 五分钟 哎 这是 这是我们三个的宿舍 这是我们宿舍很暖和呀 我们宿舍我都知道了 你看看 明月系宿舍 是单独的床铺 而你们 什么上下铺 我都不愿意去你们宿舍 隔壁什么东西 这谁啊 这谁啊 骑骑罗了是吧 骑罗和超转小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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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还有小钥匙呢 天空之城 所以有一个柜子上锁 需要一个钥匙 看他床上有没有 唐钢琴你枕头底下 为什么你的枕头底下 为什么压一卷手指 我们真的是很真实的反应 现在男生宿舍的真实情况 是的 你们没有吗 哎你自己翻 你那你那床头棍 你看看 哎呦我的天呐 我的我我说 我说我说 我说唐钢琴啊 啊 你这个手指使用量可以啊 我发现了一个关键性 就是 我心中的白月光假笑花 哇生日2月20日 我来看看你的电脑能不能打开 还真就不是啊 哎唐总周你这密码多少 我哪知道啊 哇哇 好好看 我怎么不知道 皮肖还有这种美女 哎很好看哎 你眼光可以哦 ok的哦 哎真的哇 好看 抱怨没有抱我 把你推到花园 我会找不到你 因为你像花儿一样 哇 听说你不会弹钢琴 那你怎么会撩动我的心弦 哇 哇好热 啊 答案而且好弹钢琴 啊 跟那个 抱怨 那我还没 예 行彼 帮老爷 我住你 我住你感什么 我住你呢 上你啊 喜欢 啊 我鎖个鞋 这还是玲珑镜 这小 直接拆了 行我看看 这小设计 设计挺好的 这里没有东西 什么 对不起这个女人 我也看上了 原来咱们这个学校不是个男校 OK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 你搜一下搜一下那些抽屉什么的 好 这排链是不太像排链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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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拉吗 不会 这小地毯下面有这个东西啊 把那个桌子弄一下 来了 看看 好像没有什么 我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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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瞅着 这要戴身上 你说这还挺贵心的 是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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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o啊 这个 这还挺可爱上了 我带走着 这还挺可爱上了 这还挺可爱上了 这小装饰都挺搭 这还有照片 还有照片是吧 这是谁 第一名凭什么是她 她为真solo应援呢 真solo你愿意是我心中的第一名 对她为真solo应援 第一名凭什么是她 那就这两张照片吧 对不起这个女人我也看上了 这是什么呀甩棍吗 来我给你演示一下 我有练习打机运 我以为这是什么 我自卑了 一个半小时白跑了 我自卑了 这样拿腿还可以 这是谁呀 别骑骑骡了是吧 哎呀 这还一个骡呢 我到处都是骡 我跟你讲 哎破骡 骂谁呢 你17年有个破骡 什么呀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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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吓人了吧 哈哈哈哈 我继续开始了 她从05年一直敲到现在 我从小时候就开始敲螺 哎 到底要敲坏多少个螺 才能敲开你的心能 哎 被我发现了 哈哈哈哈 这是个什么呀 何姐姐 你最近好吗 很快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以后在学校我们就可以像以前一样了 最浪漫的事就是 未来世界有你有我有罗 太土了吧 有你有我有罗 可姐姐 你还有个可姐姐呢 挺可呀 小伙 哪有你可 你看你那筐纸有多可 你天天都 我的天哪 再生勇士人财务管理 你看挺杂呀你 小涛的 涛的密码 涛的生日是多少 你那边有吗 涛的生日我不知道啊 他写的是我的挚友 就是这边需要一个我的挚友的密码 哇 削短情长 情笔笔什么 证字 诶 密码提示我的挚友 周长笔 我的挚友 情笔笔 我不问你的密码就是 我的挚友 情笔笔 比较重要的 コあ 可是可以 我呢 涛无理涛啊 亲爱的涛短宵同学 由于你的演奏过于另类 我们认为你不再适合 留在拉拉拉弹弹弹弹音乐 吹吹吹音乐中学学 他为什么会被这么多学校退学呢 你的时间只剩最后一分钟 我需要他的电脑密码 情笔长 不是啊 对啊 我这还有笑暖情长呢 对啊 我这还有笑暖情长呢 哦 开开了 但你的作品与真solo的作品一模一样 你若是再提交你就属于抄袭了 周的作品为什么和真solo的一样呢 完了 打不开了 要回去了吗 好 10秒 斗计时开始 还差点钥匙 9 8 7 哎 我好多都没收到 5 没了呀 没有 没有充电 都不通了 2 1 时间到 跟贾笑话有关系 给我了吗 没有说 都没有说 下一场我们就悲速的回来拿电脑 然后去看现场和上面的排练视 4位嫌疑人的照片来树立一下人物关系 首先这个人显得是非常焦点的位置 他跟死者之间有直接的竞争关系 有可能这两人还有情感上的纠绷 有可能这两人还有情感上的纠绷 竞争关系是已经非常明确的 情感关系 可能会画一个影响 从这个又能引申出来一个人是 唐钢琴 死者是唐钢琴唯一的朋友 唐钢琴可能对长笛有着明确的定义 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是室友 因为他们同是西洋乐学院的 他们三个是室友 明乐专业 他们两个是室友 这个人跟死者没有直接联合 跟这个人有直接联合 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这个人是干嘛 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里面 他跟其他人都没有发生直接联系 所以我们这样盘下来 有明确杀鸡的可能就周长第一个人 如果他对于真死者有杀鸡的话 那只能是间接杀鸡 就是他想帮周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的是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嫌疑最大 但是初期嫌疑暴露最大的人 可能并不是最后犯下纯事的那个人 所以请我们的嫌疑人登场吧 这凳子真舒服 天哪 我们有庄一日以这样的姿态坐在这里 爽啊 舒服 妈你还有啊 我求求你了 我的人设不能倒 速进去 那个炉给我放下去 这温威挺大 那不新官二三八五吗 好来吧我们开始吧 掏短箱 来掏短箱就你了 我的短箱 来吧讲一下你找到的线索 好我主要搜了这个案发现场 还有骑罗的空间 第一个是他这个木箱子 然后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他的铜锣 到底要敲坏多少个锣 他能敲开你的心门 我们并不知道他要敲开谁的心门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发现了一只熊 里面有一封信 他写的是何姐姐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又考上你在的学校了 很快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以后在学校我们就能像以前一样了 骑罗2017年7月 然后骑罗说 最浪漫的事就是未来的世界里有你 有我 有罗 这封信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 骑罗写到这之后 就停了 在你的房间里被发现了 所以就说你这封信并没有寄出去 对吧 我在追随着他的步伐 但是我始终不敢 一直没有明说 就是所以说我一直隐藏着自己 这样的小小的感情 很难受吧 所以你从05年一直暗恋他暗恋到了今年 十几年 我们是青梅竹马 就是从小认识那种的 重要的信息来了 我在骑罗的枕头里面发现了一个手机 然后手机里面有他跟他的可姐姐的微信聊天记录 2018年10月1日 奇迪 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 他好看吗 然后发了一张照片 就是我们的死者 真solo 这条在2018年10月1号发的微信 奇博并没有回复 12月24日 可姐姐又给他发微信了 奇迪 我想送个礼物给solo 哇 然后可姐姐说 奇迪 我觉得这个手链怎么样 我用几年的积蓄买的 明天是圣诞节 我准备向他表白 好紧张 然后奇罗没有再回复 12月30日这一天 奇迪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 30日是吧 对 从这里面是不是可以说明 你跟我们的死者是情敌的关系 其实谈不上情敌 因为我都不配被叫情敌 我真的去追求他 就算你是成为情敌那种东西 一旦开口就什么都没有 对 他有什么决定 我尊重他的决定 因为在我的眼里 只要他幸福了 就感觉从来没有拥有过 但好像失去了千万次 所以我大概收到就是这些 目前他是 他是不承认跟死者有矛盾的 其有跟死者成为情敌关系的嫌疑 但是其现阶段不承认 下一个周周长迪吧 来吧 来吧 你这个你这个自卑的小朋友 让我们来翻一翻你的这个 第一个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那我先自闭一份 我还发现了另外一条感情线 床的被子下面发现他的日记本 他的日记本里的记载是 我心中的白月光 假笑话 他在这里面记载了他关于他女神的种种 那拍了人家好多照片 你 抱怨没有 抱我 听说你不会弹钢琴 那你怎么会聊动我的心弦 你是什么渠道获得这些照片 因为 假笑话是我们学校公认的 长得真好看 所以我就一直暗恋他 但是 因为我自卑 我觉得我自己成绩不好 长得也 没那么好看吧 就是我就一直挺自卑的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向他表白 我想 默默守护着 或者爱着他 去远远的参与着他的视频 咱们都一样 我多少能懂一点 但是我最喜欢和人家还联系的挺密切的 你看看你 你啥玩意 我自卑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在他的锁上的柜子里发现了他的手机 那么2017年11月11日 就是两个人一看还是很好的朋友 接下来 18年2月1日 他说你考试从第30名变成29名了 我们争取再继续提升 这个时候两个人还是很好的关系 2019年5月5日 你要我帮你买的东西已经买回来了 放你宿舍桌上了哦 死者说 别让别人知道 放得隐蔽点 九州说放心这个秘密 我不会说出去 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哇 既然被你发现了 既然被你发现了我就跟你们说吧 因为我最好的朋友真搜了 他有脚气 所以吧他有时候要买药 然后也不方便自己去买 然后我就偷偷的帮他买药 你的脚气买什么药 脚气药 主力爽 什么玩意 后面2020年2月7日的10点钟 我们的死者问他说 说你最近怎么回事 叫你做事总是心不在焉 只是到呵呵的傻笑 谭刚强 说 心里有个小秘密哥 我们见面聊这个小秘密 指的是什么 这个事情就是我喜欢假笑话的事情 但是你为什么要2020年的2月7日 这件事情才开始就是平时傻笑啊 你之前为什么不傻笑呢 我觉得最近刚开了一点 那么开那么一小的花瓣 然后吧 就最近可能展露的比较明显 被他突然发现了 那么2月7日12点钟 我们的死者跟你说 有想法就要行动 要有男人该有的样子 要不怕 哥来安排 他安排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 帮我安排了一场表白 实施了吗 实施了 另外一个线索啊 我这没有照片 老齐照了这张照片 来 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那张照片 因为这个呢 反映的是最新的状况 是的 在他的直楼里 发现了一张他给死者的合照 这张合照里 死者被用红笔大大的打了叉 你们两个不是很好的朋友吗 你为什么会把他放在你无处安放的青春里 因为他真的 他真的从小到大 我都是他最好的朋友 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是这么认为的 实际上他在利用你 可以这么说吧 我喜欢假消化这个事情 我告诉了真吧 表白之后我就发现 其实真不像我想象的那样 是我的好兄弟 发生了一些事情 导致你们有意破裂 下一个 呃 齐罗吧 好 好 太吵了 来来来 来 各位 喂喂喂喂 村里开大会了啊 我这边呢 主要是搜寻了一些关于周 周长迪同学 首先 你俩关系为什么这么好 就是你们互赠了什么削短情长 削短情长 情依迪 是因为我突然有一天 我走过这个临间小道的时候 可是我突然一下就听到了这个 一阵 跟我的灵魂产生了 共振的音乐 我们就是国家高山流水一般的感情 那我们继续 先给大家看一个他最初的梦想 应该是这个样子 巧克力音乐学院 告诉我你的梦想 我觉得我天生的轨迹 就是 去巧克力音乐学院 不中的才华就会被世界上 最厉害的长笛演奏家 喉喉吹发现 他会把我收到他的门下作为闭门弟子 我就为这个宇宙创造更多的美 这是我的素 好的 没关系 忘记这个鬼话 因为他的梦想现在受到了阻挠 我这里是搜索了周的床铺之后 在下面的行李箱里面发现了一封信 是他妈妈写给他的 儿子 今天是你成年的日子 但妈妈只能很抱歉地告诉我 家里的经济状况 无法继续支持你追逐梦想 以后的一切 你都要靠自己 妈妈相信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的学校出现了一个 让他完成梦想的机会 这个机会 就是我即将主持的超大杯 抢敌大赛 这唾沫呀 真solo和周长迪那两位 他们两个是热门选手 本次大赛将产生 唯一一个去往巧克力音乐学院 公费留学的名额 同时在这个海报上面 还标记着一个 他自己写出来 这是唯一的机会 我一定要抓住 他要抓住这次比赛的获奖名额 在周长迪的手机里面发现了 众伴方 周长迪同学 由于你未准时提交作品 我们认为 你已自动放弃了参赛资格 谢谢参与 齐罗 你先再看一下 那个作品提交截止时间是几点 2月9号的18点 今天在差不多9点40的时候 我就出来了一下 在他的电脑里面 2020年到2月9号的下午7点 他发消息说 老师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的疏忽 真的不能再给我机会了吗 老师回给他消息是这样的 你整整迟到了一个小时 我都破例不追究了 但你的作品 与真solo的作品一模一样 你要是再提交就属于抄袭了 这一点 你难道 还不追到吗 为什么你的作品 和真solo的作品是一样的 解释一下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也特别的好奇 长长短短这个作品 短消是知道的 对 这是 一定是他的原创作品 这是我们的 有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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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有情的定型之作 我是受短消那种 神奇的 神奇的演奏方法所启发 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 灵魂之间产生的一长一短之间的那种 共振给我带来的灵感 妈呀听不下去了 真的 对 让我写出来 有手票吗 证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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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及 证他 证他情绪现在已经几近崩溃 各位同学 我希望你之后谨言盛行 陈甸甸的手铐在这儿了 朋友 少说两句 我少说两句 明目张胆 你们真的是 其实刚开始 我错过了这个教作品的这个时间呢 是一个意外 但当我把我的作品发给他跟我说 真solo也教了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就觉得事情 变得奇怪了 他为什么把这个作品 掀我之前提交了手 所以我能不能认证的是 你认为真solo是抄袭了你的作品 他就是抄袭 他是拿他没有抄袭 他就是拿了我的作品 数了他的名字 用来换取我唯一的追逐梦想的机会 明白了 就是我很恨这个人 我从最开始我就没有隐瞒过这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在你的柜子上面发现了一个东西 饭前一定要记得喝加油打气水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加油打气水已经是被喝掉了 这个水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加油打气水是我们短销送给我的 他会日常的提醒我要记得吃饭 要记得喝水 要记得睡觉 总之就是他会提醒我生活中的所有细节 然后把我照顾的非常好 因为里面有个小细节啊 就是这瓶一看是喝完的 但是在喝完的瓶底下面有很多小的颗粒 彩色颗粒物 我给他的时候一定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你确认就是他原本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吗 这个我肯定 我我绝对不会往里面放这种东西 那也不排除有一种可能就是真在这里做了手奖 那个颗粒物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暂时先存疑 在涛的房间有一张纸上面写着 懂我的人就是我要守护的人 我如果没猜错的话 懂你的人就是周 而周是你要守护的人 而这之后 一个不重要的八卦同学给涛发了一个信息 说听说周长迪错过了提交原创作品的时间 他已经被取消了参赛资格 这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在涛的床底下发现了一张被揉碎的照片 真即将要踩这只长笛的照片 在涛的房间里发现 在涛的床底下发现 而这张照片的背后还写着 我再也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问一下涛就是这个照片是怎么回事 就是就是我呢是一个音乐世家出身的一个 和我一样 我认为也是一个天才 因为我从小特别擅长这个短销 我从上学的时候我就自己自创了一种 我的那个抛视管乐的演读方法 就是结合了打字乐和管乐 一边敲打一边吹 但是没有人能够理解我 就是被老师和同学排挤 后来我 知道了我们的名侦探 音乐学院 我相信这里面 这么多的音乐人才 一定会有人能够赏识我的音乐才华 能够遇到一个真正懂我的人 直到我遇到了他 是在一个小树林儿里面 所有的同学看到我的演奏都会嘲笑我 但是他没有 他竟然拿了一把长笛 跟我一起在合奏 我们合奏完之后 突然发现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们两个就从此成为了挚友 只要守护彼此 我 真Solo 这个人手段很卑劣 而且就是明明很嫉妒小周 但是却不承认 2月8号 也就是昨天 因为马上明天要办这个大赛了嘛 我就是在门口看到了真Solo 在踩小周的长笛 这时候我就非常的生气 所以我就 然后你就拿手机照下来看一幕 没有支持 所以我就拍拍拍下来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 在淘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钥匙 上面写淘出五指扇 它的功效是消肿止痛 这个怎么解释 这Solo在踩我们长笛的长笛的时候 我真的是怒不可遏 因为马上明天就要比赛了 昨天的时候就再过两天就要比赛了 他还在搞这种小动作 我就冲上去跟他打了一架 就是因为马上明天要比赛了 我也不想影响影响长笛的心情 所以我偷偷的买了这个 逃出五指扇的药水 然后喷在自己身上 然后缓解那个症状 然后让他看不出来 好了 只能看我的那个证据分享到此结束了 首先我讲一下案发现场的信息吧 死者身上的信息其实很少 他的致命的死因是头部受伤 盾气所致的外伤 手上还留有血迹 手上有血迹 在现阶段没有其他症状的情况下 我姑且认为手上的血迹 是从头部喷溅出来的 他会 啊 会打了之后会 鼓掌 鼓掌 所以是他自己 所以那个地方不一定是第一案发现 尸体身边有一些石头啊 砖块啊什么 但是上面都没有血迹 在离尸体有蛮长一段距离的另外一边 可以发现了沾有血迹的石块 哇 在尸体的口袋里有一张纸条 我知道了你的秘密 不想被人知道的话 晚上十点来小树林找我 听过刚才各位的分析 我初步推测 这个秘密可能指的是 剽窃作品的那个 这个秘密是可能性最大的 然后在真的排练时 我们找到两张照片 照片的背后写得非常清晰 这个照片 第一名行什么是他 所以这应该是真solo 真solo写的是吧 从这一句话其实可以看出来真solo 对于 长笛的这个 然后在真solo的房间还有一张照片 上面写着 对不起这个女人我也看上了 是假笑话吧 哇 谁谁真 哦 所以你们 二人喜欢上了同一个女生 对 他怎么会帮你安排一个表白呢 所以说这也是我为什么 被他伤了的原因 然后这里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是奇的可学姐 你的学姐在12月30号 主要祝你 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学姐 你的学姐应该是表白成功了 现在我们反正知道真的心是在假笑话 对现在无非是要么这个人劈腿了 要么这个人甩了你的可学姐去跟假笑话在一起了 不管哪一种可能性 他都严重的伤害了你的可学姐 奇罗的动机可能比之前要加深了 嗯 真solo这个人伤害了你最心爱的女人 所以现在动机其实出来蛮多了 首先这个感情线其实不是在周这里 是在唐钢琴这里和奇这里 不同的女人同样的倾听 他的动机其实最早我推测 帮助自己最珍视的朋友 去做一件事情 我周对于死者有杀鸡的话 其实我杀鸡只是因为他盗取我的血 但这个曲子是我的梦想 现在其实每个人的动机都比较明晰了 而且现在我就希望可以盘一下时间线 我们刚才对证据出现了很多今天晚上才发生的事情 比如 周 最早你只告诉我们有一个9点40的时间线 这个是你当时在干嘛来的 我当时就是出来了一趟 我一天都在练 9点40出来了一趟 出来了一趟 因为我是7点钟的时候 现中的时候突然醒过来 之所以那个东西交晚了 就是因为 我其实平时在排练室是睡不着的 那天就是我吃完午饭回来 回到排练室就很困 莫名其妙的很困 我都没意识到我自己睡着了 所以这个有可能只像那个一样 然后就是 好 7点晚上7点 你出去做了一点私事 应该是7点05分 对我收到了那个消息说 这个小周的比赛资格被取消了 我很惊讶嘛 然后我就冲到他寝室去找他 但是这时候他还是不在 7点05之后 你我就回自己宿舍了 然后就是唐 唐其实没有盘出特别新的线索 然后是齐罗 齐的动机现在是所有人里面最简单 最担保的 时间线也是 好吧 咱们去投票吧 哇 我第一次在这个视角 快快快 对 明明 明明应该 喂 等会等会 要不关呢 我还没进呢 哈哈哈 哎 哈哈哈 别进了 别进了 哎我进了呀 他这个门有一个很神奇的操作 来了 哦 哦 来了 哦哦哦 他不叫他不叫 哦 哇 哦 哦 哦 啊 哈哈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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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备投谁呀 没想好 我想再想一想 周长迪 动机最激烈 你让我怀疑最不像是最后的真正 你觉得应该是在唐 唐钢琴和七罗之间吗 唐钢琴睡觉一定是真实的吗 我今天十二点的时候 我心怎么太好 然后出去跑步 然后很累 然后就回房间了 一时睡到现在 如果都是情杀的角度 唐和七 那我们继续去搜证吧 这个是搜过了吗 相册也要密码 这个衣服是什么 第一件事啊 先把很久之后的这个电脑给它打开 都打开了 我知道了你的秘密 真身上的那个小纸条 所以是你约着它 所以你约着它 所以你说你跟真并不是情敌 我从来没有把他当作我的情敌 真片堂说我帮你表白 那其实是片堂来帮他跟亚生华表白 我一直把他当情敌 而他却把我去当成一个利用的东西 你这凶手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为这八点十分在 我发现他不回我的位置 当时发现我的作品这条 最终我非常充气 而且我当时就动了插机 这个人是他杀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是一种动气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血 这一点一开始就成庆了 大家自由投票吧